我自己覺得那個資源是永遠都不會動足的 沒有人會嫌多的 但是慢慢是一個進程來的 相比起十年前 二十年前 其實殘疾的運動員 可能甚至乎他們的資源更加少 但是現在的確是慢慢進步了 因為多了人關注 我覺得要時間的 但是我們都作為局內人 我也會覺得希望可以在未來的日子 可以無論是健全還是傷殘都好 始終大家都是香港的運動員 希望資源 報酬等等可以慢慢越來越拉近 特別可能是我們作為硬地穩救運動員 我們的殘疾程度 的確是比較嚴重的 其實老實說我們出隊 真是很需要一個 able的去幫我們 甚至乎是一對一 但是有時候都很無奈地 的確在香港這個環境中 是很難找到這麼長期可以幫到手的運動員 很多時候出隊都因為沒有人幫忙 我們就去不了比賽 我覺得 始終在資源上面 其實體育學院已經相對給了很多 支援了我們 在體育學院裡面的支援 當然都會有一些運動按摩 或者是物理治療師幫助 或者是一些居住的幫助 其實都有 或者是有宿舍我們去休息的 不過在我們比賽 何英琦所說的 其實我們比賽出去的支援 是相對比較少一些的 特別可能無論是眼力穩球 甚至乱以劍擊 甚至乱舞球 乱舞球本身我們 行常地出賽的運動員 其實只有我們三個 就是我 我 王震燕 和陳浩元 三位運動員 通常都是一位教練去除隊 或者是最多兩位教練去除隊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運動按摩 或者是物理治療師去跟隊 就是除隊出發的 這個可能是一個資源上的調配 或者是人手上 還未能夠安排到 但是我覺得 在平時我們訓練上的 的康復治療其實是足夠的 只是在比賽場上 可能真的 真的可能欠了這些的支援 當然我們都慶幸我們在場上的表現 仍然都有一定程度上的成就 但是都希望日後的比賽上 都無論是除隊的支援多些 或者是平時我們訓練的時候 都希望有更加完善的支援 但是是不是有更加完善的 那是這間的支援 我們現在的支援 都沒有在那裡 都沒有在那裡